大家看一下,這個有像嗎? 我覺得有耶 我覺得還蠻像的 他有取得我臉部的特徵 但是我本人比較帥 接下來開啟新的系列 三八圖地公 應援教室 今天介紹一個老師在我的粉專傳訊給我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訊息 這位老師他想要做一個 畢業的照片給學生 他給我影片的範例檔 詢問我能不能製作這個 畢業照片的製作教學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內容 看起來是他利用AI軟體 將學生的夢想職業 用換臉的程式把它換上去 然後當作是卡片給學生 這部影片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孩子們的笑容就是抵擋不住啊 今天我們就來嘗試看看 要怎麼樣做到影片中的效果 首先我們要先讓孩子去生成他自己 夢想職業的圖片 我們這邊使用的平台是Pellet 我們先製作一個空白看板 看板標題打上夢想職業 選擇電子牆 在這裡我們採用的方式是 讓學生去利用AI生圖來去生成他自己夢想中的職業 所以在Pellet裡面我們要把不相關的附件上傳功能全部關掉 右邊的地方選擇設定 選擇貼文欄位選擇附件 我們先將所有的欄位關掉 然後選自訂 在這裡的話我只要打開 我不會畫圖就可以了 打開 點選這個按鈕把它打開 其他附件都不要開 按儲存 你這邊設定好之後啊 學生他按這個加號 你會發現他只剩下一個功能 就是我不會畫圖 這個是Pellet裡面的AI生圖功能 接下來我們要設定一下 讓學生輸入的內容欄位 一樣在設定的地方 選擇貼文欄位 選擇自訂欄位 欄位名稱打上我的夢想職業 讓他選擇必填 按建立 接下來再新增一個欄位 輸入他的座號姓名 一樣座號姓名設為必填 現在Pellet有訪客功能 但是以防萬一我還是會 特別去輸入這個欄位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製作一張範例 點進來之後 請學生選擇我不會畫圖 然後填入這兩個資料 比如說我這邊填入我的 共享職業是國中數學老師 然後座號姓名 接下來選擇我不會畫圖 會建議加上台灣兩個字 接下來按箭頭 在這裡提示詞不夠精準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要改成男老師 這邊我輸入 台灣國中數學男老師半生人像 你也可以試試看全生人像 全生人像也挺好的 那我就選擇第一張好了 點選 生圖就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將我們使用的提示詞範例 打在這裡 提醒學生照著我們提示詞範例 這裡的話上面我告訴學生 要選擇我不會畫圖的功能 下方的話 桌名打上你的夢想職業 文字範例如 台灣國中數學男老師全生人像 接下來按發布 所以這一張的話就當作是 學生的範例 學生在進來拆開的時候 他會看到這個範例 當然老師你也可以示範一下 要怎麼讓學生進來 很簡單 你只要將這個網址 分享給學生就可以了 我在瀏覽器這邊有安裝我們的 QR Code 產生器 或是你將我們這個網址 複製起來之後 到生成QR Code 的網站 去生成QR Code 接下來我們將這個網址 生成QR Code 給學生掃描 就可以進到這個 Pallet的板子裡面來 讓學生去發表 他的夢想職業 並且用AI生成圖片來生成他的夢想職業 這個Pallet的板子我已經做好了 我把重置的連結 放在這個影片的留言 或是說明欄 你只要登入你的Pallet帳號 點選下方的連結 就可以重置這個Pallet 直接拿去用 當學生貼完照片的時候 怎麼辦呢 我們只要點選這張照片 在右邊點點點的地方 我們可以按它 然後選擇 這邊有一個下載附件 點它 我們就可以將這張照片下載下來 下載到電腦裡面 我們現在先存放備用 這邊我使用的 換臉工具是 BIDQU.AI 一樣我將這個網址附在下方留言 或是影片說明欄 大家在使用換臉工具的時候 請務必小心使用 不要做違法的用途 也請務必取得學生及家長的同意 再去做使用 用你的帳號登入之後 可以免費使用 這邊有兩個需要上傳照片的地方 第一個是你要換臉的照片 所以這裡的話 放A.I.生成的夢想職業圖片 下方這裡放你要換臉的人物照片 也就是放學生的照片 所以我們將照片把它上傳 這張是我用A.I.生圖 台灣數學男老師的照片 接下來上傳一張我自己的照片 這是我自己的照片 裡面有包含我的臉 那當然你上傳的照片必須要 臉部的特徵要清楚 不一定要大頭照啦 臉部清楚就好了 接下來按下立即換臉 這裡就會開始A.I.生成圖片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因為畢竟是免費的 完成 免費的會有浮水印 我們按下載 大家看一下這個有像嗎 我覺得有耶 我覺得還蠻像的 他有取得我臉部的特徵 但是我本人比較帥 接下來我們調整一下圖片的比例 來去除浮水印 利用Windows內建的編輯照片功能 在左上角 我們按這個編輯 點它 或是你有熟悉的影片的編輯軟體 都可以 然後我們做一下適當的裁切 裁切的話我們這邊比例選一下 選2比3 調整一下位置 左邊浮水印的地方就被切掉了 然後在右上角儲存選項的地方 點它 選擇另存為副本 存檔之後完成 接下來你只要拿這張圖片去把它印出來 護背就可以了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用換臉的工具 因為我覺得臉部是我們有肖像權 但你上傳的你的圖片到網站上面去 等於是你把你的肖像給那個網站 所以你在使用之前 請務必取得家長以及學生的同意 再去使用 免得會有資安的疑慮 這邊我還是要再三聲明一下 好以上就是我接到老師的請求 幫忙製作 孩子的畢業禮物 夢想職業卡 那我盡我所能 來去製作教學影片 看看能不能幫助到老師 所以我把這個系列 乘坐是三八土地公 應援教室 如果你有需要幫忙的 在底下留言喔 我先講好 我沒有每一件都可以喔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